针对日前终结因为建案施工掉壁掉落量成死伤事件 立法委员郭国文特别召开记者会呼吁主管机关因釜底抽薪 从金流方向透过严审银行受信机制减少借贷金额 以促使建商重视公安 郭国文也主张成立由独立董事组成的ESG委员会 强化公司治理 对此受邀出席的金广会代表都做出说明 对于郭国文建议成立ESG委员会也肯定利益良善 在核贷的过程中或者在拨款的过程中 如果有发生天灾工程进度落后或者零损的纠纷 乃至于大家关切的公安意外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那银行事实上它会是个案的情形 会请借户来说明或者是改善措施 甚至于停止拨款 永续发展入境图 还有就是永续发展今年的2023年的行动方案 都其中有一项就是也是回应委员的诉求 就是我们要研议要推行说 像是贵公司要设立ESG委员会 另外职安议题也是重点 劳动部代表强调相关劳检已经展开 不过郭国文认为应对全国银建业全面性的进行专案劳检 有效维护劳工安全 专案劳检的部分我们职安署已经开始展开了 那针对后续的这一些轨道沿线的检查 我们也会请各劳动检查机构一一来落实执行 应该对整个营建业做出一个专案的劳检 是整个营建业 因为它目前为止整个职安的 这个公安事件的比例千年率的部分 目前为止我查得到还是7.749 而你们去年的这个千年率是2.269 高达两三倍之多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